余天的二女儿余苑琪 2014年发现罹患直肠癌第三期 当时的她才31岁 经过多次化疗及手术后 一度还宣布已经痊愈 不过后续身体的状况 十好十坏 18号因病况恶化入院 一家人也一直陪伴在身边 不料21号传出病逝的消息 享年39岁 余天和余祥全悲痛的 向等候的媒体宣布这个噩耗 早上来的还好 一上午 情况就很暂 我们本来想要急救 但是 还连行的 这样也好 事实上余苑琪早在2020年就曾公开过自己的遗书 当时她哽咽对孩子表示 如果妈妈我不在 姐姐要照顾弟弟 弟弟长大后也要保护姐姐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下辈子要当你们的家人 而她一路坚强的抗癌八年 如今不敌病魔离世 也让家人们悲痛不已 下辈子要 prereiz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